欢迎回来 这里是《无奈卫生2013》 全民创意舞蹈机局 就起舞飞扬的现场 接下来就要进入奥特区看看 进来的运气 到底会奥特掉哪一位评审呢 《无奈卫生2013》 刘震 对不起 刘连老师 运气很好 运气真的很好的 从这个世界上我可以看得出来 难怪你没有女朋友 因为我来参加这个栏目的时候 我观察过几期的节目 我看过刘连老师 好像是对杂技演员的评价 不会是太高 所以我才会奥特别 我很喜欢你的表演的 真的 谢谢 谢谢 进来你要继续加油 因为你真的会把杂技 带到另外一个领域 你会让它变成一个艺术 会的 会的 我会把那个杂技和舞蹈的结合 融合得更好一些 我相信将来的杂技 会更加地美好 是的 告诉大家 进来的分数是295分 跟我们的V5冠军吧 同样的分数 所以恭喜他们进入 V5冠军吧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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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 是Pump当中跳皮肤最好的 80年代的Brick Dancing 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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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我是大抗球乐队的主唱孙浩 浩哥 虽然我会唱歌 但是我也会跳舞 您现在的体重是 230斤吧 现在 230斤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挺瘦的 刚才跟我打招呼 我一下就认不出来了 你们认识啊 这个是1988年 88年的时候 这个我做唐朝乐队经纪人的时候 摇滚霹雳星 这很帅啊 很潮 这个那会儿还可以做一些技巧 现在已经做不动了 您曾经还是这个霹雳舞的冠军 舞王 对 那会儿经常举办霹雳舞大赛 我们在北影的小礼堂 那会儿有很多人过来来查舞 所以当时就得了这个称号 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怀旧一下 当年那个霹雳舞的一些经典动作 对 戴军老师您可以带领我们 那曲颖 要不一起上 对 要5块了 3块 我的一个发小 从北京也一块来出兴 来 诸位 有请这位好朋友 来 李签 对啊 今天就不叫插舞了 对啊 来一个 我们一起来 来 这样 这样 当 当 当 对 就这个音乐 八七八八狂热 对 差不多 还有就是一个胳膊的动作 你看 对 折了是不是 你得随着音乐 随着音乐来 对 这些他都会 来 对 这些 对 这些 对 这些 太轻敌了 对 所有的关节 这样动 来 我们过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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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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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过瘾了 对 往前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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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军哥 谢谢银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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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也把我带回了一个 很美好的年代 我记得我小时候 都看大哥哥他们跳霹雳舞 就是那个电流啊 所以我觉得特别地怀念 今天我们乐队的三个成员 也来到现场 我们是一个摇滚乐队 我们乐队的名字叫大块头 为大家演一首我们原创的歌曲 真的吗 来 我们有请三位 乐队的贝斯手陈然然 他也是水木年华乐队的 音乐总监 合作的艺人非常多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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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吉键盘手 鼓手张勇 你好 你好 以前我们标准是200斤以上 才可以入队 才可以入队 今天来到现场 我们也特别地想听一听 你们的原创音乐 对 我们一首原创的歌曲 叫《黄尘根桶子河》 我出生在这龙虾 长在大黄尘根脚下 桶子河边上的四合院 就是我的家 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美丽的家 今天是最美人心 花儿 今天很年轻 这里也是你的家 无论你在哪儿 走走哪里都会怕的怕 中文章之间 大黄尘根桶子河边上 大黄尘根桶子河边上 日在大黄尘根桶子河边上 帮里尘根桶子河边上 大黄尘根桶子河边上 好 接下来让我们请进入大分时刻 你的舞蹈剩下的功力已经不多了 差太多了 我的分数给的是 各位数字零 十位数字八 八十分 谢谢大家 尽管可能是不能够做很多技术技巧 但是我还是能够看到当年 隐约能感受得到您当年的风采 陈老师你知道吗 他现在连走路都要主拐杖 所以真的 还是要略微地控制一下体重吧 生命最重要 健康最重要 好吗 我给您个分数字 各位数字零 十位数字八 八十五分 谢谢 希望你继续跳舞 继续运动 继续唱歌 各位数字零 十位数字八 八十分 谢谢 谢谢 你那个伴儿好像比你跳得好似的 是 他很多都可以做的 本来我觉得分数可能 如果要我看的话会高一点 他一上来一比 对 那不赖我 对对对对 严谨的分数 各位数字五十位数字 八八十五分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奥特特区 看看浩哥到底会选择奥特调 哪一位评审呢